GQ盛典这个充满星光的大舞台 可谓是明星们的比美现场 各路明星竭尽全力 用独特的造型和风格吸引全场的目光 而在这其中 王一博的造型无疑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全身上下 王一博皆选择香纳 身着Chanel 2024早春系列的 淡黄鞋纹软腻外套 搭配着白色透肤背心和白色裤子 腰间的小包也别具一格 散发出不一样的时尚气息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 他还佩戴了一副墨镜 再加上一顶卡其色的草帽 增添了些许优雅和贵气 胸前的卡通胸针带着一丝铜趣 却又不会抢去整体造型的风头 灵动非凡 打破了男女性别的界限 却又不失和谐 鼻挺的西裤和皮鞋 定住了整体风格 实现了甜美 却不失阳刚之气 带着民国上海滩富家少爷的贵气和脾气 各种风格交织在一起 却又毫不违和 给人一种轻松自在的感觉 总的来说 这身搭配给人一种玩时尚的感觉 而不是被时尚所束缚 王一博与这套衣服 真正做到了人一合一 这次王一博的造型 有如去度假的风格 与GQ盛典的红毯相得一张 在大家都疯狂凹造型的时候 他却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格调 悠闲自在 宛如明媚阳光下的乡家少年 而在那场 王一博换上了一套 Dunhill 2024 春夏男装系列 西装革履 优雅金贵的气场全开 他的英伦风范 让人眼前一亮 更值得一提的是 GQ总监刘冲 全程陪同他坐船走秀 并在那场座位上 与奥迪高层和GQ总监热聊 可见他的待遇之高 咖位无需多言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